只要答应这个女孩的三个撒娇要求 她的五官就会变黑 变成拿尼加 正是无论你许下任何愿望 她都能帮你实现 但她的家人却把她关在 层层封锁了密室里 因为没有人知道 她会在什么时候开始撒娇游戏 会提出什么要求 可能是一个抱抱 也可能是要你的脑子 如果连续四次拒绝 你和你亲近的人 就会瞬间换为一滩血水 家里所有人都对她必如蛇仙 除了一个人之外 奇亚和阿鲁加从小就很亲近 也是第一个发现阿鲁加秘密的人 她知道叫她哥哥的是阿鲁加 旺人实现愿望 叫她奇亚的是拿尼加 而现在奇亚想让拿尼加治好小杰 拿尼加握住小杰木乃一般的手 突然释放出强大力量 让医院附近的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有的甚至连连后退 吓到摔倒 邹迪克家族的人也惊呆了 这是他们从未感受过的 阿鲁加的恐怖实力 而看到这一幕的耶尔迷更开心了 有了拿尼加的出手 小杰被顺利治好 而消耗过度的拿尼加也陷入了婚睡 耶尔迷想知道 为什么奇亚许愿不用付出代价 为什么她能对拿尼加多次许愿 通过一系列的推理 她得出了结论 奇亚在对拿尼加用秘密语气时 拿尼加会无常完成她的愿望 耶尔迷打算强行通过奇亚掌控拿尼加 不等耶尔迷动手 奇亚直接下令 拿尼加越是强大 耶尔迷就越想得到她 完成任务的拿尼加 向奇亚索要夸夸 可奇亚却让她以后不要再出现 奇亚一直哼卡自己的大哥耶尔迷 为了阿鲁加和拿尼加不落入耶尔迷之手 只能坚决的让拿尼加不再出现 拿尼加难过的哭了 但她还是决定听从奇亚的命令 接管身体的阿鲁加第一次责怪奇亚哥哥 奇亚终于被阿鲁加骂醒 真诚的向拿尼加道歉 她不会再害怕耶尔迷 会一直陪伴保护夸奖她和阿鲁加 无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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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